3月26日下午,张曼玉以伯爵全球品牌形象大使的身份亮相在北京,一身职业女星的装扮衬托得气质不凡。 在与主持人聊天中,张曼玉得意地透露自己为了感受真正的北京生活,曾经巧作打扮后乘坐北京的地铁,并且全程未被别人发现。 与主持人的地铁,并且全程未被别人发现。 与主持人的地铁、并且全程未被别人发现。 与主持人的地铁、并且全程未被别人发现。 主持人,主持人说你在北京要坐什么地铁是真的假的? 我有坐过。 你坐过吗? 不是常常每天坐坐,可是我有尝试过。 你坐的时候别人没认出你吗? 我有我的方法。 戴帽子眼镜什么的,发妆。 有方法的。 但是你一定不会在人很多的时候去坐。 这方法我不问你。 我也会。 你也会吗? 那好,我不问你什么。 因为这样你可以有一些比较自由的空间。 也有一些木写的精神,你知道吗? 然后很多人在旁边,然后只有一个人发觉,没有人发觉。 哎呀死了,很多人发觉。 好了。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经,我不能因为怕这个就不出去。 我觉得,沿合是会扮成一个病。 沿合一直很孤独,很理群。 我觉得,我不会每天在街上走来走去。 你看我吧,这个我会不舒服。 可是有些时候我也要让自己出去看别人,看看生活是这样怎么样。 新的地铁是怎么样,新的机场是怎么样,我也要知道。 我不能只看电视。 不能离开生活的美元。 张曼玉还表示,以后有机会还将尝试感受一下北京公交车的氛围。 而面对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,张曼玉也表示非常期望前来观看,而且尤其喜欢体操项目。 巴士还没有做过。 下一回天,对,要找个更好的方法。 奥运会的时候,你会来北京看比赛吗? 我很希望。 你买票了吗? 没有。 票很难吧? 可是我是靠别人,我就是有些公司啊,朋友啊, 请你求求你帮我。 我不知道到时候真的有票给我。 可是每个人现在都说, 我希望。 你最喜欢什么项目? 那些女孩子,我觉得很可爱。 四、二、三岁,然后,哇,那么努力做那么大的事情,那么小的年纪。 我很感动。 看到他们赢了之后,我很感动。 对。 然后就一直哭。 对。